東京都沒有進入的公司董事恩 韓正宴從民意在公布 14個董事候選議 還有4個鑑識提名的名單 其中國用示範太好 學家文化研究所副告書馮映蘭 和學家韓國三期印象的順序 在到處見 對要拜提名的營線 文化鋪造利潤在國土的建築 表示要分名單 和媒體比率的發展 公共電視的董監事 是非常重要的職務 但是它是異物職 它是沒有薪水的 它是沒有辦公室的 行銀公司董監事候選議 發布記者費一塊市 文化部長利運地 絕對受影響表示感謝 公共電視提供的董事費 其實在公演 公演醫生務就既然贏到的 所以立法院共同團是拜 台北在公演 公演初級開票的聖場 不過公司想通過 7個董事和1個鑑識 因爭引述不大 親民董事費 以反規證不出來 要被行政院這個提名 包含學家兩位台北 高雄史芳太后 學家文化 引舉授副高蘇 馮欣來的 是不是董事休息人 仍然感到這個水準 高同台後 高蘇總劉批 243年 文化部長利運地 對亞分名單 董成勝 簡單用一句話來講 我認為這個名單 是一個完全符合公共價值 以及媒體未來趨勢的名單 這位公司法 第四三條鬼廳 公司動師 聽著合佛 出現台北的新一輪演出 故事要拜 學家兩位台北 現出國雄史芳太后 學家文化研究 受副高蘇 馮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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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拜 從去參加 美農菜梯 沙啟營酬 對學家 英體有動成本研究 他本身是火螺人 那後來因為參與 那麼社區的營造 以及美農的返水庫運動 那麼結識的 這個美農的年輕人 所以他等於是嫁到美農 那麼他的客家話呢 講得比客家人還要好 所以他以他客家的專長 我相信 因為在公共電視法裡面 也特別規定 對於族群 那麼必須要有均衡性 所以我相信 洪欣 以他的族群傳播的經驗 那麼可以對公共電視 產生非常大的一些貢獻 除了馮欣 有下個兩位台北 有欣賞的影響 於願念 是在來的 裁件美梯社團 動事中 下檢後 除了有美梯 經營傳送 劉瓦記 沒什麼行人 文法部要報的 未定立發言整齊 希望公司 動事兵引線 做的第一次 明年 除去 甚至 VMV 甚至 通告 大家